1990年 当16岁的徐敬蕾 对大他9岁的社会男青年芳心暗许时 与他同岁的黄丽行 已经实现了恋爱自由 黄丽行是美籍华裔 生于美国洛杉矶一个华人医学世家 经济硬核 颜值硬朗 他在自家酒店前台做班时 书包里经常塞满告白礼物 偏偏这样的人 还是个学霸 黄丽行高中毕业时 收到包括加州大学在内的 几所名校的录取通知 有的还提供全额奖学金 父母觉得他比哥哥有出息 指望他继承家业 做个医生 可很快 父母就体会到什么事事与愿违 黄丽行与清歌黄丽诚 表哥林志文一起在洛杉矶长大 三人都热爱跳舞 喜欢嘻哈音乐 又唱又跳 有模有样的 就这样被台湾某制片人发掘了 1992年 三人以组合洛城三兄弟 LA Boys出道 在中国台湾正式发片 他们带来的美式饶舌音乐 别具一格 着装打扮也别有风格 令人耳目一新 三人很快成为台湾青少年 急于模仿的对象 当时刚刚出道的大小S 也很迷恋他们 这时 自立门户的柯寿梁 为几人量身定制了一部电影 摩登共和国 这也是黄丽行入圈以来的首部电影 进水楼台仙德乐 出演电影后不久 黄丽行便拥有了入圈以来的首位正牌女友 1995年 21岁的台北姑娘杨乃文 从澳大利亚悉尼大学休学 回台湾搞音乐 与LA Boys合作了一支MV 因而结识了与她同岁的黄丽行 杨乃文一眼相中了黄丽行的脾帅气质 黄丽行也相当欣赏杨乃文的直接 两人素配成功 很快陷入热恋 并公诸于众 收获一片祝福 但黄丽行正当红 通告很多 这就导致她与杨乃文相处的时间不多 于是一有空档 杨乃文就会上门与她约会 但她发现 黄丽行一有空档就在家打电动 如此宝贵的空档你用来打电动 不打更美妙的俄罗斯方块 这感情还怎么维系下去 于是 据说只有一个月 就传出两人分手的消息 杨乃文找别的友情人 做友情事去了 事业搞得也很热烈 后有摇滚女王之称 她与黄丽行仍以朋友相处 多年后 两人之间还有事情发生 黄丽行第一次公开恋情 这么快就夭折 即便分手了 还经常会被追问 她不胜其烦 决定以后谈恋爱都不再公开了 但还是留下了很多蛛丝马迹 几年间 黄丽行兄弟几人穿梭于学业和事业之间 忙得不亦乐乎 可忙了好几年 一算账 发现没赚到钱 还耽误了学业 还被唱片公司要求唱不喜欢的歌 穿不喜欢的衣服 敢不喜欢的通告 那还搞个锤子 1997年 合约到期 组合解散 几人各奔东西 黄丽行从商 林志文从医 23岁的黄丽行回到美国继续念书 在美国学校 她又染指了两位日后大有来头的女同学 黄丽行在美国学得自由自在 多方涉猎 从心理学转到经济学 又转到戏剧表演学 她在加州大学 认识了小她一岁的同班同学林希磊 两人都是美国长大的台北人 共同话题自然就多 不乏走的自然就近 关系自然也就十分微妙 日后将与周杰伦热恋的侯佩层 也在这个时候与黄丽行关系不一般 这些旧账后来都被翻出 至于还有哪些女同学 已无从考究 在黄丽行的感情世界里 恋爱恰如一阵及时雨 过了就过了 这时期的徐敬蕾 早已被大他九岁的社会男青年抛弃 正和大他十六岁的王硕暗度陈仓 在王的助攻下 徐敬蕾很快就火了 因主演电视剧将爱情进行到底一炮而红 不仅得了奖 拿了国际代言 还被称为得意双心文艺工作者 徐敬蕾的高光时刻 正是黄丽行的迷茫时期 2000年26岁的黄丽行 把想学的都学完了 却不知道该干嘛 他左思右想 觉得自己的初心还是做音乐 于是又回到了台湾 但很不顺 很多唱片公司觉得 他做的音乐不太行 直到他遇到的王牌音乐人姚谦 姚谦曾为王妃 刘若英 梁静如等天后 写了很多很火的歌 当时刚挖掘了在美国学服装设计的肖亚璇 对中西结合的音乐和歌手都颇感兴趣 就这样 黄丽行顺了 接连发了两张国语唱片你身边 马戏团猴子 但都没有火 更别提重现昔日光环了 现实就是这么残酷 虽然你曾经很火 但观众的记忆并不长 黄丽行倒也看得开 你们不爱也 自有人爱 与黄丽行同意失门的肖亚璇 竟欲甩她几十条街 两年四张专辑都是消灌 她一记绝尘 成为继张会妹后 第二位在香港红看 举办演唱会的中国台湾女歌手 这么忙 肖亚轩绯闻却不间断 先后和港台地区的多位帅哥明星传过绯闻 从陈冠席 吴彦祖 再到黄丽行 时间管理大师罗志祥在她面前也得叫声前辈 媒体捕风捉影 这些绯闻一真一假 黄丽行与肖亚轩的亲密程度也不可捉摸 只是逢场作戏配合宣传 还是真的两情相悦 完成过伟大的友谊 不得而知 这段绯闻在当时喧嚣一时 直到新的热点来袭 才被掩盖住 2002年 28岁的黄丽行发行新的国语专辑 Stand Up 以摇滚 Hip Hop为基调 展现了她的饶舌功底 有点别出心裁 获得了华语流行乐传媒大奖 继选十家专辑奖 同年 她出演电影台北晚九朝五 这是一部限制级电影 片中有大量的情爱镜头 但黄丽行没有和女演员音隙生情 而是合唱电影插曲的本多 RURU 原名郭佳璐 传出了绯闻 本多RURU 比黄丽行小两岁 生于中国辽宁 16岁时随母亲移民日本 以一首美丽心情风靡 整个大中华曲 风格百变 时而清纯 时而性感 本多RURU 一心想嫁人 而黄丽行是公认的狂野浪子 绯闻发动机 就算绯闻是真的 也注定是无疾而终 大概是从这时起 黄丽行的审美口味有了些偏好 而后 传出她有一位混血女友 但还没等媒体架起长枪短炮一探真相 这段绯闻又熄火了 或许是从一任又一任的绯闻女友中 吸取了日月之精华 黄丽行的事业也终于昂起来了 2003年 29岁的黄丽行推出新歌音浪 歌词简单又重复 但很洗脑 加之黄丽行放荡不羁的气质 唱跳的别出心裁 韦诗不一样 这首歌火了 街头巷尾的年轻人 嘴里都在哼 音浪太强 不晃会被撞到地上 黄丽行再一次尝到了走红的滋味 歌唱事业一路上扬 新专辑黑的意念 获得第16届台湾金曲奖 最佳国语男演唱人奖 下张专辑又在马不停蹄的录制中 而当时的徐敬蕾比他厉害多了 男女关系也复杂多了 徐敬蕾不仅贵为金圈女王四小花蛋 还自导自演了电影《我和爸爸》 绯闻男友 则从王硕到王学冰到耿乐 再到张亚东和黄绝 这北京大妞的撒劲 真不愧是19岁就没断过男朋友的主 细细琢磨他的绯闻时 何止没断过 简直是重复进行时 但年龄到了 恋爱游戏玩太多了 也会麻木 徐敬蕾遇上黄绝后 开始静下心来和他谈恋爱 前下心来写博客当才女 仅仅开博112天 点击量就破了千万 被称为年度中国博客第一人 年少时的书法功底也派上用场 开发了一套方正敬蕾字体 电子杂志开了也办得风风火火 而在另一边 同一时段的黄丽行 也遇上了一位交往较长的圈中女友 2005年 19岁的奥籍华人蔡世云回台 顶着周杰伦小师妹的头衔 发展歌唱事业 她还有一个头衔 是31岁黄丽行的女朋友 黄丽行为了小女友的歌唱事业 不遗余力的奉献光和热 不仅担任制作人 还身兼MV男主角 不久就传出黄丽行与蔡世云同居的消息 这个蔡世云毕竟太年轻 定力不足 当她遇上了一位有名模杀手之称的男模后 黄丽行就过气了 据说是因女方劈腿而分的手 至于这段地下情有多久 黄丽行事后接受采访说 她最长的一次恋爱经历是一年半 于黄丽行而言 花花世界不必当真 恋爱阴影说散就散了 2006年 黄丽行签约新的唱片公司 与当时风头正静的性感五娘蔡依林同属一家公司 两个人的作风都很大胆热烈 很快就气味相投搞出了动静 一起参加活动时 要么是黄丽行追着蔡依林要拥抱拥吻 要么是蔡依林以爱的小手公开追尾 并称感觉还不赖 蔡依林影像偏好美极华裔 而黄丽行正对她胃口 两人的亲密互动 怎么看都像是在公干恋爱 两人还多次在蔡依林的演唱会上 性感共骨 解锁情侣拱桥的销魂姿势 把绯闻推向了高潮 当时蔡依林的绯闻男友简直可以组个团 随便依林就有王力宏 陈冠希 陶哲 彭于燕等 也不知谁是谁的前任 黄丽行又排了第几 想得太明白就索然无畏了 黄丽行和蔡依林不了了之 而后她遇上了令她头疼的女人们 2008年 黄丽行与杨乃文时隔13年后 再度约会被排 随后传出两人就情复燃的消息 搞得她有点头疼 还有就相识林熙磊 也在此时与黄丽行再度重逢 这时的林熙磊早已不是当年那个青春学妹 她在香港导演王精的调教和力捧下 既冷艳又神秘 很快走红 被无数宅男奉为女神中的战斗机 据说是黄丽行主动找来林熙磊为其MV友情助阵 林熙磊也不废话 直奔拍摄现场 与黄丽行大演亲热戏 就爱重逢 难免假戏真作 有传两人入戏太深 将激情延伸到了现实中 在圣诞夜共进晚餐 不过朱孝天来了 勾走了林熙磊 2009年 林熙磊与朱孝天正式确认恋爱 但激情和其短暂 仅仅一年就熄了火 分了手 各自卷入新的恋情 而黄丽行也卷入了一段特殊的男女关系中 2010年 十八线台湾女艺人一奶妹胡佳爱 自曝与黄丽行小时候就认识 自己离婚后 与她在一起把该做的都做了 词语一出 激起千层浪 引发连环话题 胡佳爱成为话题焦点 人气和她的胸围一样暴增 接到很多工作邀约 当事人黄丽行未做回应 倒是她所属的唱片公司极力澄清 称两人只是普通朋友 后来坊间有传 黄丽行已有风度的受害者自举 觉得摔爆了 所以两人到底做了些什么呢 只能脑补了 一查接一查的狂风浪跌后 黄丽行开始趋于平和 而这时的徐敬蕾也在一段又一段的恋情后 悟出了一些道理 两个人终于在对的时间里 对上了 20136岁的徐敬蕾 自导自演电影《杜拉拉生殖记》 启用同样36岁的黄丽行为男主角 两人都处于感情空窗期 一场激情床戏 越稳越动情 就这样拉开了绯闻的序幕 一开始两人还坚决否认 为了自证清白 宣传活动中都是全程零交流 但真相是惊得起时间考验的 2011年 两人再次以情侣身份合作影片亲密敌人 这是徐敬蕾自导自演的第五部电影 跳房再次破译 他和黄丽行终于官宣了 可能是磨合期没有磨合好 同年 徐敬蕾又和圈中大佬成龙大哥 搞出了事情 搅得满城风雨 黄丽行也是见惯了大事情的人 也没太把这个拥吻当回事 反正女友说是 Goodbye kiss 我为什么不信呢 可能是觉得娱乐圈乌气麻黑的 或是真多 再加之也不差钱了 于是在2012年 38岁的黄丽行索性带着徐敬蕾 去洛杉矶过富贵闲人的生活去了 两年后 徐敬蕾回国拍纯爱电影 有一个地方只有我们知道 力捧刚回国的小鲜肉吴亦凡 还与他传了绯闻 右脚的满城风雨 在片中客串出演的黄丽行 依然相信女友的清白 没有下一步的举措 以至于徐敬蕾在微博上撒狗粮的文案 是这么写的 9年多以来 我时常有病 你永远有药 相亲相爱十余年的黄丽行和徐敬蕾 登爱记录从五年不红脸上升到七年不养 徐敬蕾在说到黄丽行喜欢她什么时 表示 当然肯定是喜欢我好看了 可岁月是把杀猪刀 何止拜美人 也会拜感情 两人只恋爱不结婚 使得网友们很操心 但操心也没用 这是两人共同选择的一种相处方式 不见得就不幸福 时代在变 观念也在变 也许对于坚持不婚的黄丽行和徐敬蕾而言 深爱无需婚姻 婚姻不及久半 陪伴才是最长情的告白 守护才是最真挚的承诺